嗨 各位 谁都没有错 今天是这个泡面吃播 那我今天来吃的这个是日清他们的美乃滋炒面 那这个总共是两盒的份量 然后还准备了一些在Seven我个人很喜欢的微波食品 像这个日式鸡唐羊 韩式炸鸡 还有两颗温泉蛋 OK 那我个人呢对于这种韩国日本的这种干的泡面我都非常喜欢 韩国的话我最爱的就是那种黑豆面 然后日本这种细细的炒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棒 酸酸甜甜的非常香 然后还有准备的这个沙拉待会可以加在面里面 OK 那我们就开吃啦 这种韩国跟日本它的口感是差很多的 都好吃但是不一样的感觉 酸甜酸甜的味道很棒 很爽 吃个韩式炸鸡 嗯 吃个韩式炸鸡 其实应该像美乃滋的可是我都找不到 所以勉强这个沙拉 这个味道跟那个美乃滋有一点点的差别 所以可能会有点小诡异 不过这个泡面它原本就有附那个美乃滋了 但我觉得量太少了 你知道 OK 嗯 嗯 加了的话那个甜味会更重一点 我觉得不错 嗯 嗯 但这样比起来我好像 我个人好像更喜欢韩国那种黑豆炸酱面 这个真的是我的最爱 可以 再吃个温泉蛋 CV的温泉蛋我觉得都不错 相当的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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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它好像有点干掉 放了一只它就干干掉 嗯 美乃滋真的要加一下 但我本来就想买那种一整罐那种 那味道可能比较适合 嗯 爽吃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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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面我也是在CV買的 他们现在就是有这个进口泡面在 好像第二件六折吧 我也忘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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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如果跟那个日本全家那些肉串比 这个就弱掉了 因为台湾如果也卖那种肉串应该是很棒的 因为这个很好吃啊 那个口感 那个味道 我相信有造一只也会有的 我们台湾的超商这么多功能 相信再加一些烤鸡肉串啊 那应该是ok的 快吃完了 剩下蛋还有一点点面 嗯 这种温泉蛋真的好吃啊 对一下它那个蛋白的口感 里面那个蛋黄的味道也很棒 ok 吃完了 实际上吃完我觉得它普通 真的还可以 跟那种韩国的黑肉面比起来 我觉得 那个吃起来是 你整个吃的过程 你都是很享受 但是这个我吃到后半的话 就是觉得它吃腻的感觉 但它的口感真的不错啦 就是细细的 然后有嚼劲 然后配上那种酸甜酸甜的味道 那如果你觉得甜味不够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加美乃滋 那样的话是蛮加分的 ok那差不多就这样啦 感谢各位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掰掰